至于今天十点不一样精神 先来看这钱多事小离家境 已经不是新世代求职者的 梦幻条件了 根据数据公司的调查 近三个月求职者在找工作的时候 会以办公室设备跟环境 好不好为首要的考量 因为多数上班族在办公室一天 至少要待个七到八小时 如果环境不好可能会拖慢工作效率 心情也容易受影响 另外薪资待遇奖金跟补助 也是决定性的因素 企业得随时掌握趋势关键 才能打造人才勇士 一进到办公室就开启工作模式 包先生每天上班时间不固定 因为公司实施弹性上下班制度 让他能兼顾事业与家庭 因为像我的话 我是有一个小朋友的 刚去幼稚园 所以早上的话送完他之后 或许有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晚一点 九点半以后才会进公司 对于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公司也是比较具有一些弹性的 弹性工作弹性休假是老中青 不分世代最重视的福利 而相较于传统 座位一个萝卜一个坑 在这里上班 想坐哪里自己选择 这样一来能降低压力 并增加与同事彼此交流机会 我们基本上进来的话 都是没有一个座位的assignment 所以相对来说的话 我们就是只要有座位都可以坐 那有可能常常就会坐在 不同的人的旁边 然后也可以借这样的机会 跟不同的群体 或者是说不同的一些部门 做交流 我觉得我们公司最大的一个福利 其实就是一个弹性工作 work from home 还有一个 比如说员工可以自己选择 他要在家工作 或是来公司工作 那另外一个是工作环境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在不管是地点 办公 我们办公室的一些硬体设施 我们一个人都有两个大一幕 自己专属的笔电 我们打破阶级 就是年总经理副总 就是主管 其实都是看谁先到公司 你就可以选择你要做作为 一般来说过去企业 往往会透过聚竞争力的薪资 优于劳基法的休假 来吸引求职者 但随着Z世代加入后 重启职场生态 企业也必须在意员工的感受 全球正先起员工体验风潮 因为员工从招募到离职 不同阶段的经历 将直接影响到生产力 积极度和整体工作士气 公司里面 他感受到快乐 幸福 然后不管是生理 心理 财务 甚或是他的社交方面 这整个面向 其实都是会影响到员工体验的部分 因为如果你今天高薪 让一个员工 吸引到一个员工进来 他对这个员工 公司的感受不好 跟主管 员工 或是同事的人经关心不够好 他其实 在这公司 他其实待不久 那对一起来讲 他希望是人才 吸引到人才 他想是永续的 这个对于公司的永续发展 我才是真正有 实质得上的一个帮助 让雇主听到员工新生是流财关键之一 全球职场劳动力大幅萎缩 到了2060年 台湾工作人口15至64岁将降至49.8% 为什么企业逐年加薪 仍无法填补 人力缺口 工作上面不只是单单看他们的薪资 跟我只是求一份工 比较像是我在找一份能够去做自我实现的一份工作 对那里面的话就会需要说像是工作的弹性度 公司能够提供的资源 培训的制度 透明度 诚信度 对 然后再来的话可能就是说在团队的氛围里面 然后公司的企业形象等等 那都是现在年轻人他们会考虑的一个议题 单口加薪已留不住人 根据智能数据公司调查 近三个月求职者 在找工作时评估要点 办公室设备与环境成为首要考量 再来才是薪资待遇 奖金与补助 以及公司规模与知名度 个人职业发展和主管的形式风格 也都是关键要素 第一个他们很重视他们的办公室的环境 设备等等 因为他们都认为 普遍是认为说 好的办公室的环境 其实是有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 或是有助于自己的工作的效率的提升 工作所带来的压力 或是工作所带来的成就感 是不是跟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兴趣所符合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求职者 在工作上面在追求的时候 除了在看他们的薪资待遇 这件事情之外 他们其实也很重视 就是自己在工作中 是不是能够保持身心健康 这件事情 钱都是少 离家境不再是梦幻条件 企业得随时掌握趋势关键 才能打造人才永续 TVBS新闻 于姓汉黄万伟 刘燕轩台北采访报道 不过您会放弃科技业的高薪工作吗 在宜兰罗东高中 担任物理老师的吴宇成 过去曾经在台积电工作 不过科技业每天都必须要加班轮值 而且面对的都是冰冷的数据跟机器 长久下来也影响到他的健康 因缘忌讳下转职成为老师 对他来说 跟学生互动更有成就感 另外还有一位 也曾经在台积电担任工程师 后来回到台中创业开餐厅 推广在地特产 也成功开创出他的新人生 趁着教学的空档 处理学校里行政事务 还得协助举办各式活动 主要面对文书处理 让他维持热情的 就是课堂上与同学的互动 在讲台上 传授所学的物理专业 更借着过去在科技业里的工作经验 让学生理解如何应用在实物上 我喜欢跟学生之间的互动 对有时候上课上一半会跟他们讲一些 人生的道理之类 或是以前我遇过的状况 就读台师大物理系 在攻读阳明教大研究所 毕业后录取台积电制成工程师 一年的时间里 工作都是面对冷冰冰的石科基台 日复一日下来 渐渐发觉其实对于教学 仍有很大憧憬 毅然决然离开科技产业 那边工时太长 然后其实有时候作息就不正常 所以身体那时候会慢慢变长 然后我就开始伸师手 就想说 是不是大老师不错 所以我觉得跟这个互动是 蛮有趣蛮有温度的 比起在台积工作 虽然在台积工作 你有时候完成一个project 或者案子也会有点成就感 但是我觉得那个感受是 不一样的 一个是比较有温度的感受 这个是比较实际的那种感觉 切开饼皮 里头包蛋黄馅料 外层是用台中特产麻衣 口感外酥内软 成为台中过节送礼首选 两年时间订单从200盒 到1000多盒 成长了5倍 用喷枪将最上层黑糖烤到焦香 搭配麻衣做成的饮品 口感层次丰富 REX在台中创业开餐厅 要做出品牌特色 找到当地独有的麻衣为主轴 开发出各式甜品 饮品 当老板从开发菜单到人员管理 都很有一套 恨大的助力就是来自于 曾经在台积电工作一年 累积宝贵经验 在台积电对于工作的训练 然后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文化 可以交给我们自己的伙伴们 就是我们对于事情的容错率 会大大的降低 因为台积电的对事情要求很高 所以我们会把这样的逻辑 然后交给我们身边的伙伴 所以台积电某方面来说 他在里面待过的人 说出去外面都一定可以 把工作做得蛮好的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文化 跟这个工作习惯 交给身边的人 客机也除了工时长 压力大 陪伴家人的时间也会减少 再加上为了完成心中返乡创业的心愿 离开高新的科技业 投入完全不同产业 成功转职 因为我个性比较活泼 所以我可能还是会选择 去一个比较活泼的地方 可以跑来跑去 然后可以自己发挥 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地方 一直很想要回家乡 去做一些事情这样子 想要在家的附近 可以创建一些不一样的产业 或是一些比较稳创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是用麻衣 去做主轴设计的一间餐厅 那有做甜点啊 饮品啊 然后咸食这样 那最主要的目的 想要让大家可以 更认识麻衣这个文化 不然麻衣吃的越来越少 所以慢慢怕会在台中就消失 大多对科技业刻板印象 就是太累太操 影响健康 像Tina在半导体 科技业待了十年 健康因此亮起红灯 才赶紧找到新出口 当时是担任研发工程师 那后期我是做研发晶片的PM 随时就是在一个很紧备的状态下 所以慢慢的 我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应该很早就有一点焦虑症 在水中自已悠悠 考上自由潜水症照 创立潜水品牌 担任水下运动教练 开启新的人生里程 其实蛮多的人在 我要离职的时候 就会说你要不要再想想 我自己已经走过那十年 我知道稳定的薪水 是买不到快乐 科技业坐在办公室吹冷气 然后钱就啪啪啪啪 就一直进来 问题是你要想相反的 那你有更多自由的时间 还有你可以主控权 回到你自己的时候 因为你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获得无比的快乐 在外界眼中 科技业高兴 前景看好 但背后就得付出庞大努力 有不少人选择出走 走出截然不同的职业道路 TVV新闻 云星海刘军 宜兰台中采访报道 2017年发生在东京的积水 房屋诈骗案 当时犯罪者冒充土地 运用伪造证件 假冒人头的方式 组成地面师集团行骗 而台湾是不是也现在 有这样子的诈骗案 不好意思 跟您核对一下身份 请问您的身份证字号是多少 核对买卖双方身份 确保交易安全 买房子是人生大事 一般买卖不动产 习惯由代书或专业房仲 担任第三方协助把关 银行这边开立一个信托专户 买方各企支付的价款 都会存到专户里面 做一个保管 签订嫁金履约保证 在过户交屋前 所有款项都交由第三方银行保管 等和地政机关确认 不动产买卖契约书内容正确 再由银行支付款项给卖方 进行后续移转价金和产权 好不容易辛苦存购前 准备买人生第一间房 但若急着交屋入住 一不小心就会掉入买房陷阱 台湾诈骗集团横行 房地产买卖诈骗钱财的地灭师 也不少 往往是动辄数千万的庞大金额 手法层出不穷 让买家难以防范 所谓的地灭师 是指他们冒充土地 或是房产的所有者来进行诈骗 他们通常会运用伪造的身份文件 土地权状等能来进行非法交易 从中谋取庞大利益 地灭师通常是一个犯罪集团 他们精通法律房地产交易流程 以及伪造技术 让房地产公司和银行相信 交易是合法是真实的 207年震惊日本的积水房屋诈骗案 就是有一群专业诈骑犯 冒充屋主进行诈骗 以假护照证件伪造合约书进行签约 让建商最终被骗取了55亿日元 讲白脸就是个诈骗集团 而且它是一个诈骑的一个产业链 就是它是由一个团队所组成的 当然其实类似的情况 在台湾大概2018年的时候 也有出现一个叫做 沈代苏的一个不动产诈骑的一个集团 那其实这样子 他们就是很简单 就是说它里面的地震是 可能买方至少经纪人相关的 全部都是这个group里面的人 诈骑的一个流程中 各自分工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你如果诈骗一宗不动产 你的所得会很多 所以就更多的人投入这个领域 其实跟台湾现在一样 锁定老人家 尤其是台湾说的高端老人 容易叫他签署文件 所以大概以年长有资产 而且这个资产最好没有抵押 干净的资产来骗 不动产诈骗太阳 白白重该如何防范 首先民众可以开通地级异动 及时通 未来房产一旦有异动 就会收到手机简讯通知 再来是签约前 一定要确实查证屋主 土地所有人身份 委托要找有口碑的房仲业者 至于在签约期间 买卖双方可以各找一位代书 也就是双代书模式 共同把关合约内容 并签订嫁金履约保证 一手交屋一手交钱 单独买卖的这样的一个案件 大部分都是由买主 因为买主是支付价款 所以透支由买主 来找所谓的公正的地震室 来办理产权移转的作业 如果是像这样的案例的话 我们就会建议买卖方 都可以各自找一个地震室 透过双地震室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保障双方的交易的流程 魔鬼藏在细节里 不动产诈骗 无法百分之百防患未然 但提高警觉 交易中小心谨慎 才能确保自身权益 TVBS新闻 黄冠伟 红昌德燕轩 台北采访报道 海鲜里头的小卷跟透抽 您分辨得出来吗 其实它们都属于锁管海鲜架俗 只是尺寸上有所差异 它的尺寸就是20到40公分 这个对比较大一点 这种锁管就会被定为透抽 那透抽其实跟花 跟那个鱿鱼最不好认 拿起透抽介绍挑选技巧 包含营养价值 一旁陈列的还有鱿鱼 头竹类海鲜白白种 而透抽这一类锁管海鲜更是常见 营养师表示 透抽属于锁管海鲜 经济效益大 营养价值也比较高 最常见的透抽 就是20公分到40公分的 这是我们最常选择的部位 也就是它的大小 那它其实肉质是相当鲜美的 而且它是一个富含蛋白质 但是脂肪含量很低的一个海鲜 而且除了这个蛋白质丰富之外 它有含丰富的烟碱酸 还有一些B2 还有丰富的像矿物质酶跟鲜 眼前的透抽是锁管海鲜家族的较大品种 摊开锁管家族表 2到7公分的成为咪咪卷 15公分以下成为小卷 15到20公分成为中卷 20到40公分成为透抽 超过40公分的成为泡管 市场常见的落在小卷道透抽大小 营养师表示锁管海鲜家族 因为料理方便 加上低脂肪 不含优质蛋白质 是许多家庭的下菜首选 这种锁管海鲜类这种东西 必须要讲究新鲜 所以通常用烫过的 或是用简单的草 青草就好了 其实不用过多的调味 但是要非常注意 一般像是鱿鱼会拿来做什么 拿来用炸的 这样不好 锁管跟花枝 这是目前整个排行榜前市民的 录影年度的销量来说 它几乎都已经到 5、600万以上的一个业绩 基本上因为它本身好料理 可能你清蒸 或是一般的热炒的方式 就可以呈现了 所以消费者 特别是婆婆妈妈都很喜欢 两个锁管却常常被搞混 很多人以为透抽 跟小卷不同品种 其实都是锁管家族 另外容易混淆的像是软丝 花枝 鱿鱼等等 专家点出分辨技巧 跟锁管关系最接近的是软丝 身体比较椭圆 其比较宽大 跟身体几乎等长 花枝又称乌贼 体内有白白软壳 两侧的鳍像裙摆围绕身躯 鱿鱼的部分体型是当中最大的 鳍呈现三角状比起锁管 鱿鱼的眼睛没有透明眼膜覆盖 专家表示 锁管海鲜辨识方法多 最直接的可以从眼睛 触角其内骨骼来做分辨 头竹类的这种海鲜 它多半的胆固醇 都是在它的内脏 所以你把内脏清除掉之后 它胆固醇几乎是非常低的 我们又可以摄取到 很丰富的EPA跟DHA DHA对我们的眼睛的保湿 非常有帮助 还有可以预防我们 产生一些认知障害的问题 EPA对我们的血液循环 还有我们身体的抗发炎 还有预防心血管疾病 都很有帮助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蛋白质来源 今天的主角就是这个锁管 这个叫锁管 长得比较像枪 一一点初锁管各种细微差距 研究近海鱼类多年的海大院长廖正信 常年研究锁管海鲜家族 廖院长表示锁管因为经济价值高 在投足类海鲜当中是最好的 所以虽然捕获量排在第五名 但鱼获价值却高居第二名 以目前新北基隆捕获为大宗 光是这两个地方 比例就超过88% 相对它的单价是比较高的 那为什么它单价高 尤其是这些投资类相对的单价高 因为第一个它没有骨头 所以不管是营养午餐 或者是小孩子或者家长 让小孩子吃也比较担心 会被骨头给吃掉 那第二个它的营养价值也高 那料理也很方便 那口感又非常的好 所以这一般来讲 不管任何的料理里面 包括火锅等等 大家都蛮喜欢的 所以相对它的价格 就比较高一点 教授金普表示所管海鲜 寿命运末200天左右 因为几乎全身80%都可以食用 味道鲜美是国人爱用海鲜 所管若以冷藏出售 价格每公斤可达200元 即使冷冻出售 每公斤也有60元行情 但近几年受到气候影响 以及多方捕捞 有几年的产量 已经出现明显下滑 它是一个短生命周期的物种 对环境是非常敏感的 这是一个 但第二个也可能是因为很多 包括中国大陆包括 很多的国家都在利用这个资源 所以补捞量可能过大了 让这个再生资源 也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所管海鲜未先植加 避免掉蛋固醇的同时 同时摄取到优质蛋白质 也让所管海鲜家族自首可热 TB的新闻 罗世宏来明 台北基隆采访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